新型客戶的商店 新型客戶 和大家分享一些用戶的看法 其實你們 作為一個新型的模特兒 其實 用戶平時習慣到 郵局或經過快遞公司 去幫忙 做一些物流的輸送 你怎樣可以吸納這班客戶 去到你們的平台 市場的商店 你們是怎樣去考慮 好 其實很多人會去郵局 可能相對 簡單一點 因為要拿下去 去到櫃位有人服務你 都可以 但問題是時間會比較久 但我們現在希望 例如 你可能有一大箱 其實未必有個郵局 在你家樓下 其實你也是想找人上來拿 其實這些我們都頗目 是有些中小企的人 甚至乎我們都頗多 是有些媽媽想寄東西 給外國的小朋友 在讀書 你叫媽媽 拿30公斤下去 之前我們有些媽媽說 我之前真的推了小車去郵局 其實很辛苦 你現在就好了幫到我了 我不用那麼辛苦 在你那裏 一陣子預約了 就已經快要有人上來 是 其實我們在Marketing上 我們的角度 就是希望告訴你 其實你除了郵局之外 有其他選擇 你可以安助家中 就已經有人上來 服務到你了 而且就是我們已經 有一個很方便的途徑 就這樣按兩按 好像你預約酒店那麼簡單 就已經有人上來 去跟進你的運輸上的需求 所以這個是第一我們的策略 第二就是我們會做很多內容的事情 去教育一些普通大眾 其實我可能寄國際件的時候 有什麼需要的呢 例如我可能有需要有瑞項的處理 甚至乎我怎樣包會好一點 甚至乎原來你可以用這間公司 去寄這個國家會好一點 我們會有很多一些好像一些Tutorial 去教人 都是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會比較多 公司呢 公司 即是一些合作的partner 例如我們跟一些公司 我們會談 那間公司的Marketing 會跟我們談 其實我們公司的強項是這方面的 不如你的平台幫我推多些這一方面 例如我們有些公司 它很強項是一些很Niche的路線 對於我們普通大眾 例如去記中東 也有 原來中東不是每間公司都記得好 原來有些公司 是有記得不好 是有記得不好 因為那些地址是很複雜的 不是我們的地址那麼簡單 其實可能有些公司 它說我們幫你推廣多些這一方面 原來假設有人要寄去那些地方 通常都是做生意的那些 可以考慮用這一間 經我們的平台預訂這一間就可以了 在未成為一個物流界Expedia 或者Booking.com之前 其實你們怎樣去公司 這件事讓更多人都知道 讓更多人知道 是嗎 現在我們很多次都是在數據上線 當然可能在Facebook上 例如剛才所說的 可能我們有些文章 會有些訊息 慢慢慢慢教人 都有幾多人有Feedback 例如近段 其實我們記得 因為我們會繼續檢查 那些單的流量 我們早前看到很多人 經我們去預訂這個 即近段很多人 Renew這個BNO 你知道吧 我們這麼有趣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寄一些Document 因為我們都renew過 知道那個地址在哪裏 不如我們就adapt去這件事 不如說其實你可以多選擇 因為其實你寄這些這麼重要的文件 是可以落留郵局寄的 但是大家例如試 郵局你待會寄失了 是否寄外局 這樣也挺麻煩的 所以我們就有一些Promotion 就是告訴別人 其實你可以經我們幫你寄一些 比較有質素的物流公司 即快點公司 兩天認有了 而且我們還好ечно烈 可以接受折尾 是什麼人呢 貨貨貨貨貨是大眾家 即是在我們社交媒 92 cuz 而且貨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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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계 如果在英国有些朋友寄东西给我 那当然可以 你可以除了出口寄东西出去之外 你也可以寄一些东西回来 这个步骤也是这么简单的 有留意到你们的平台 主要有用户填表的方式形式 全体就是人手写单 用户可能有时都会写错东西 你有没有保障公司的机制 其实我们设计界面 传统如果真的寄一张运单 其实是挺复杂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填 而且摆上一张很大张 看到已经不想填 但是我们就把东西减化 甚至是用户填表 这个不帮你 外面一定帮你不到 我帮你隔了隔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到你真的要填东西的时候 我们分门别类 原来你记得大类是这样 小类是这样 还有我们的追踪 尽量都会追踪到 你可能地址不要打到那么长 因为其实是有些过不了的 这些我们全部都会做了一些追踪在上面 希望令到你设计得过去的东西 都一定是过得到 是的 那你说会有一些东西 还在这一刻我们是再要更改 例如你说真的打错 例如我们也有很多人 会打错了电话号码 那这些其实尽量 即是我们现在已经 例如我知道你是寄外国的 可能是澳洲的 就是加6 6 1 是的 那这些我们已经尽量帮你填了 先 尽量令到你填的时候 尽量少填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界面 其实我们不停地变化 我们是因为知道 我们每一天都继续追踪这些资料 那些人按错了什么 其实有什么问题 在界面上 我们每一天都在 慢慢逐少逐少更改变它 甚至譬如SIP Code SIP Code都有很多款 怎样可以打得容易之余 那边有我们的法律公司 能够得到一个正式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在 其实很多技术上 在后面是做了很多data的process 使得你填的时候 你可以那么简单去填 是的 那是你后台有一班 后台员工去帮忙 还是Fordmediate System 哦 都是System的 是的 除非你去到一些 真是很critical的 或者它真的完全过不了 那这些我们的客户服务 那边会帮你查 为什么有什么问题 就是联络一下 是联络一下 我们也有个 客户服务的对话窗 可以即时跟我们的客户服务联络一下 那如果电话错的话 就发电话了 对 是的 如果电话错的话 我们也会跟进 因为其实每一个混单 就是你下了之后 那如果真的电话错 可能它有机会收不到 就是那边未必上来找你 是的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 那其实我们的 我们也投放了很多资源 在我们自己内部的系统 所以我们的 本身自己的同事 其实他就会察觉到 原来这一宗 我这家法例公司 上不了他收件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会立刻follow up 跟那个既件的客户说 为什么不能上来 是否我们再和你多对一次地址 就是这些回忧 其实你说纯粹在 技术上 未必可以阻止到所有这些 error 因为你入错了 真的打错电话 未必真的帮到你 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些 这些服务会帮助你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 例如 在一个 科技上 怎样可以改善 那个user experience 就是例如 我们希望你进入的东西 是尽量简单 还有在电话上 是做完所有的东西 我们全部的 我们设计的概念 全部都是mobile first 所以我们所有东西 都是由电话 做第一身 我们关键的界面 是 不过这次时间差不多 我们稍后再说